现任基隆市跆拳道协会秘书长 同时也是基隆市跆拳道训练中心总教练的王毅德 演练跆拳道一朝一世虎虎生风 现年61岁学习并且从事跆拳道训练以及推广工作 40多年的王毅德 前阵子更是亲自到韩国国际院考试 通过世界跆拳道联盟认证国际九段 成为基隆市首位获得最高国际段位殊荣的高手 也是基隆之光 因为跆拳道段位在台湾最多只能认证到七段 八段到九段都必须亲自到韩国考试 而且有年资的限制 也就是从八段到九段必须满九年才能考试 越高段越不容易 韩国给我们台湾的授钱只能考到七段 全世界八段九段务必要到韩国国际院考试 那七段升八段这有一定的年资限制 七段升八段规定一定要满八年 然后再实施考试 那八段升九段一定要满九年 九年之后你要先它规定有一个论文 有关于台湾到武术的论文 你要先通过它论文审核之后 你才可以到韩国国际院考术科 我们今年八月二十二到韩国考 考术科结束之后 然后一直等等很期待等等 等了一百一十五天 我算了刚刚好一百一十五天 在十二月十五日那天才上网公告放榜 本人录期了 王毅德也非常感谢市议员张耿辉 从民国九十九年创立 基隆士跆拳道协会以来 对于推广跆拳道的贡献 尤其是我们的张预言 也是我们基隆士谈道协会创会理事长 在他的八年任内 积极的推广这个跆拳道运动比赛 奠定了基隆士谈道协会的 在全国的地位 那越办越好 今年就第八届了 像今年来参赛的选手 已经破一千的人了 那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基隆的观光 理由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张预言 也是我们创会理事长 张耿辉先生大力的推广 对于王毅德取得 跆拳道的最高殊荣 基隆士跆拳道协会创会理事长 也是现任资深市议员张耿辉 与有荣烟 更亲自自资赠王毅德 出类拔萃的恭贺纪念奖座 我承如刚才他所讲的 全国实现式的跆拳道比赛 来自不管是到南部也好 高雄上来 花林花东上来也好 他们总是要在那边住宿 所以说他刚才讲的也很对 无形中就带着我们地方上观光产业 除了提升强生报果之外 练台前的一定是不错的 不会写坏 我也真的是很感谢他 在我任内的时候协助我很多 也帮忙我很多 然后这一次他能 得到这个台前道通过九段的检定 这个苏董得之不易 那更是我们基隆人的骄傲 也是我们基隆人的动药 王毅德目前在七土区明德一路 开设跆拳道道馆 多年来不但自己的儿女 在跆拳道方面学习有成 画面上穿着蓝色护具 也培育出许多优秀的跆拳道选手 王毅德强调从小学习跆拳道 不但可以健身更可以防身 特别是面对现在多元化社会中 突发性的犯罪行为 学习跆拳道训练自卫 以及闪躲的反应能力 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非常有帮助的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